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11月19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总统特朗普19号是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 抨击国会众议院针对他的弹劾听证是美国耻辱 特朗普也就否认因为身体健康出现问题而就医 他炮红美国媒体制造假新闻 特朗普19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弹劾听证会是美国的耻辱 民主党传唤的证人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 特朗普指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进行弹劾 因此以美加默贸易协议作为条件 向众议院施压通过弹劾 弹劾听证会的 我看着 him for a little while this morning and I think he I'm going to let people make their own determination but I don't know Vindman I never heard of him I don't know any of these people all thes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y heard a conversation of a conversation of another conversation that was had by the president what's going on is a disgrace and it's an embarrassment to our nation 白宫当天也发表声明指出 非法弹劾听证的证词 完全是证人个人意见和猜想 特朗普的行为并不构成行贿 或者其他罪行 听证会进一步暴露了民主党人 被仇恨蒙蔽双眼 迫切渴望推翻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 另外对于特朗普上周末 突然前往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特朗普澄清表示 自己只是进行常规体检 却被媒体恶意揣测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自由民主党的自由民主党 我们有反对的 我们有非常犯罪的媒体 中家两地的文化交流 加拿大大洋文化基金会主席 葛美红认为活动向北美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让本地的青少年能够更多的了解 家中两地的传统文化精水 也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认知我们中国汉字的契约 存远堂主张池希望通过展出自己的艺术作品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我想通过这次展览把我对书法的一些想法 和我对书法的一种自我的原动力展现出来 也能借此我想推动一下中国当代书法的往前发展 加拿大西门飞沙大学荣修教授王健 表示甲骨文的展览将提高更多本地青少年对中文的兴趣 可以通过这种看着很美的媒体 来培养年轻华人的兴趣 今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活动 促进了中家文化的交融互通 让人们在现代生活的汉字教育与学习中有所启发 凤凰卫视苏惠文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2019温哥华第二届环丽少儿艺术节圆满落幕 环丽少儿艺术节是提供孩童彼此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让不同族裔的孩子们在温哥华多元文化的舞台上大放一彩 环丽少儿艺术节是由温哥华少年艺术团体 以及艺术爱好者共同携手合作的一场才艺会演 致力于推广社区文化发展 鼓励青少年发展多元化才能记忆 提高艺术品格修养 回馈社会艺术发展 主办方Rising Star Art Society创会会长宁宁 希望为更多的青少年艺术爱好者提供互相观摩与欣赏的舞台 我们是想给温哥华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些艺术的平台 因为在温哥华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我们很多家庭非常注重教育 特别是少儿的艺术教育 环丽少儿艺术节组委会主席谢天吉 认为环丽少儿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增进了中西方艺术交流 在碰撞中间 在交流中间 在不同的文化中 冲撞之中 他们会感受到自己 这个艺术的这个需要学习的方面 环丽少儿艺术节 冠名赞助商环丽金融总裁吕露 表示艺术教育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发展 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这对他们的成长是 积累经验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与演出的孩子家长龚佳 建议更多的家长鼓励孩子们参加艺术表演 尽量鼓量自己的小朋友 不管是不是有信心 让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对他们将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舞台上孩子们专注精彩的表演 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也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最后环丽少儿艺术节 为孩子们颁发了荣誉奖杯 鼓励孩子们继续积极学习 快乐成长 凤凰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综合快讯 近日谷歌公司披露的 一项现代化医疗体系的计划 或让这家网络巨拨 得以取得数以万计人的医疗资料 引发争议 本周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 能源和商务委员会 对谷歌与其伙伴 美国第二大医疗集团 阿森松的负责人送出信函 要求他们在12月6日前提交简报 2018年开始 谷歌与阿森松合作 期望通过用户的资料分享 掌握用户的个人健康资料 以期在庞大的医疗产业 占据一席之地 据报道 谷歌和阿森松的合作 包括把病患资料和分析 搬到谷歌云端 阿森松也可运用谷歌运算工具 让员工在不同地点 实施秘密沟通和合作 根据美国法规 一般而言 只要病患的资料只用于医疗用途 医院有权在不通知病患的情况下 与商业合作伙伴分享数据 商务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房屋建筑业在10月反弹 新屋建筑许可数量 跃升至12年来的新高 这表明抵押贷款利率下降 正在使房地产市场走强 报告还显示 房屋完工量和再建房屋数量 同样有所增加 这可有助于缓解困扰 房地产市场的供应紧张状况 数据显示 10月份的新屋开工量 同比增长是8.5% 新屋建筑许可增5.0% 达146.1万套 另外上个月 新屋开建数量为131.4万套 增长率达到3.8% 房地产市场是对利率最敏感的行业 近几个月来的表现活跃 反映出联储会的宽松货币政策立场 抵押贷款利率从去年时的多年高位出现下调 目前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3.75% 低于2018年11月的峰值4.94% 全新的Disney Plus流媒体服务 自上周开放以来被用户投诉存在技术问题 虽然问题已得以解决 但再有许多用户报告账户被黑客入侵 导致无法登录的问题 据了解被盗的账户用户名和密码 在地下黑客论坛上以3美元价格出售 Disney流媒体服务每月收费7美元 一年收费70美元 Disney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 存在危急密码安全的问题 并表示他们非常重视用户数据的隐私和安全 Disney Plus视频流媒体服务 于11月12日启动 虽然只服务于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用户 但其网站在开始的24小时内 已经有超过1000万注册用户 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最新公布的 年度赴美留学生报告显示 2018至2019学年 在美留学人数同比增速 创2006年来新低 新增赴美留学人数连续第三年下滑 报告显示 2018至2019学年 赴美留学生新增入学人数为26.9万人 同比下降0.9% 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两个最大赴美留学生的来源地 其中中国大陆学生数量约37万人 占所有留学生比例的33.7% 同比增加1.7% 印度学生数量约20万人 同比增长2.9% 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是韩国和沙特阿拉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 批评香港特区高等法院 袁肃廷对禁止蒙面规律的有关裁决 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 赋予行政长官的管制权利 文章指出 法律是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重要手段 打击和遏制犯罪是司法机关的天使 然而几个月来 香港司法机构一些做法 却引发社会广泛质疑 被认为是对违法犯罪的纵容 文章强调 法治社会必须有法必依 执法必言 违法必究 缺一不可 司法者不坚守法治底线 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就无法彰显 罪恶就有吃无恐 香港司法机关当深思 切实承担其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责任 在香港被占据多天的理工大学 仍有暴徒未肯投降 新任警务处长邓炳强 当晚到了一大外观视察 警方表示 截至晚上11点 一共有近800人和平离开理工大学 当中近300人未满18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也在社交网站贴文 呼吁其他在校园内的未成年人士 立即按警方做出的特别安排离开 并指家人证等候他们 凤后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 华尔街股票市场造势状况 星期二美股酸大指数 早是开盘时 都是跳高 以创历史新高纪录开出 随后全天都是 债富震荡收盘时 涨跌互坚坐收 只有纳斯达哥生活指数 还是维持声势 再创历史新高纪录坐收 但是标准PRO500指数 以及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都是呈现下跌 倒者跌幅 还是超过百点 主要是两大公司 对倒者造成拖累 首先是Home Depot加到宝公司 因为对业务前景 进行了一个负面的预估 所以遭到投资人的抛售 是下跌超过百分之五 随后是波音飞机公司 波音飞机公司早盘一度 是推增道指创 先高纪录开出的有工之城 胜户超过百分之一点五 主要是他们增加了新的订单 但是在五盘之后 传来国家交通安全局 要求波音飞机公司旗下的 数千架737NG 也就是737 MAX前身的 引擎部位要进行 部分零件的重新设计 所以下降百分之零点七 对倒指造成了一个拖累 黄金在星期二上升百分之零点一 1473美元一盎司作收 油价呈现百分之三点一的下降 是55块三毛八一桶 主要是市场仍然忧虑 共国以求 10年长期的收益率 也是下降了2.2个 基本点是1.786这个比率 所以总的来说 在星期二华尔街股票市场 还是审慎心态 有所抬头三大指数 创高开出之后 涨跌互建作首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凤红一时旁者 纽约报道 下面一起来看 由Emer Trade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提供 牟特利公园市前市长 现任市议员林达坚 近日是在盟市举行感恩晚宴 各界人士纷纷到场祝贺 受邀出席当天晚宴的 有加州保险金上述委员会委员五国庆 蒙特利市市议员陈赞新 阿罕布拉联合学区教委主席 真明星等 与南加州各大新老侨团 还有两岸三地各界代表 共300余人一同共襄胜举 在晚宴上 林达坚表示 自己为能够有机会 为社区奉献自己的力量 而感到荣幸 他也希望蒙特利公园市的未来 能够越来越好 今天很荣幸在蒙市的京都大酒楼 举办我们Thanksgiving Dinner Thanksgiving Dinner 就是要感恩所有的 支持我的好朋友 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并且在今天的感恩晚宴上面 我有一个发言 还有一个宣布 所以一个叫做一个Statement 当晚出席的众多民选官员 及侨团领袖也纷纷上台致辞 感谢林达坚多年以来 为社区建设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加州前财务长江俊辉等 也于当晚委派代表 前往向林达坚表示祝贺和感谢 凤凰卫视连安琴洛杉矶报道 来自中国江南水乡的年轻女书法家 苗青在南加州爱尔蒙地市中华艺术工 举办了名为密合染汗的个人书法展 出席开幕式的有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 南京书协副主席陈金纯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八格的代表吴中国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等 作为苗青的导师 陈金纯介绍说 苗青在小的时候 书法作品就在国际展赛中获奖 随后他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美院接受更加前沿 更加深入的艺术熏陶 他指导和参与的广告设计作品 也屡屡在国际和中国国内的赛事中获奖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宝 也是中国文化最直接的体现 那我今天举办这个书法艺术展 主旨就是以书会友 然后是弘扬和传播 为传播和弘扬的中国传统文化 经一级绵薄之力 只了解苗青的书法作品 气势磅礴 书从古人 现场展出的作品 涵盖了中国书法历史当中 所传承的所有字体 甚至有写意书法 蓝亭旭等 而本次展览中出现的 楚隋良音符经元祭 已经被美国旧金山 亚洲博物馆收藏 我到这边看到这个展览以后 我感到特别欣慰 就苗青把传统的中国文字之美 带到了大洋彼岸 这个展览虽然作品给大家呈现的不是非常多 但是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在随后的仪式中 与会的艺术家 桥界代表和民选官员 分别为苗青颁发了贺壮 并在致死中高度评价了苗青的书法艺术 凤凰卫视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华美银行携手胡人队 日前在洛杉矶举办2019年 感恩计回馈社区系列活动 为250名来自洛杉矶多个组织的成人和孩童 提供感恩节晚餐 多名孩童排队 拿着胡人队的T恤进入现场 今年主办方还准备了有趣的娱乐活动 包括扔纱包 投篮等 希望让孩童们提前享受节日的快乐 当天到场的有洛杉矶胡人队球员 库克 达德利 哈沃德 三位球星 不仅给孩子们担任感恩节晚餐的分餐工作 还陪孩子们打篮球 让现场的孩子们兴奋不已 都想在球星面前投进一个球 不少孩童和胡人队女孩拍照留念 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王国兰表示 让民众及孩童有机会与明星球员近距离接触 享受节日气氛 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每一年华美银行都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活动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传统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伙伴 洛杉矶胡人队的合作 共襄胜举 那么希望在寒冬送暖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散播欢乐 散播爱 过去的13年 感恩继回馈社区系列活动 已经帮助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成人 今年的活动更将延续这份关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想请登陆iPhoneYe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凰美洲新闻友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组 联合赞助播出